大家好,之前跟大家分享过 韭菜的根势是可以兜年生长 跟大家分享过我这些韭菜呢 长了四年了 现在长势还是这么好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韭菜的根势要如何栽种 才能让它的生命延长 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土壤 土壤一定要疏松透气 还有湿润 这样呢才能让根势长得发达 如果使用的土壤过于板结 根势失收不到养气 很容易引起继续 慢慢的出现腐烂掉 第二点养分 想要根势多年生长 养分必须要充足 韭菜的地上部分不断分裂 地下部分不断的产生新根 老的根势不断的出现死亡 这样的话使极株营养器官 总处于幼龄期 能保证旺盛的生命力 所以呢我们给韭菜施肥的时候 最好就是显用一些有机肥对它的根势比较好 既不会引起烧根也不会引起烧苗 比如像这种发酵俯熟好的芝麻饼肥 所含的有机器70% 这样呢就有效的促使鸡株有着源源不断的养分供值 又不会引起烧根的现象 或者有些朋友在阳台栽种不喜欢使用有机肥 觉得有机肥有一些异味 那么我们就可以使用这种缓释肥所含的三大元素 都是比较均衡的 肥力温和肥效其久 三个月给它适用一次 这样呢既能让它失收的好 也不会引起肥害 直接的把它撒到根部就可以了 非常简单 第三点光照 只要光照充足了进行了光阁作用 既照的养分还有干物质多了 回了到根势让它长得更加发达 新根长得多了 失收功能也会强 这样呢 它就会分化出更多的新叶 就能让韭菜的根势生长多年 好了 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